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話說拜登這一局就認真是傑傑傑 就算被他爭取的總統大位 他根本上是很難管治的 不過大家都猜不到 在拜登就任所謂總統的第一天 帶頭出來反他 竟然是往事很支持他的安提法組織 這個組織 就看著拜登 一看見他宣誓就任所謂的總統 馬上就在全國多地 舉行示威活動 到處去搗亂 焚毀國旗也有 其中在俄立江州那裡更加是架勢堂 整隊人就湧過去這個民主黨的俄州分部那處 進行攻擊 哈哈哈哈 這一局拜登就認真頭痕了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拜登本人沒有政治魅力 就人所共知 他之所以 被推舉為民主黨的候選人 無非 幕後的勢力 貪他容易受到控制 貪他是一個 好好的 傀儡之財 好了 當現在的主要敵人 即是特朗普總統 被他們暫時 擊倒了以後 在拜登身後的那幫利益集團 一定就是會內亂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幫人本身都是國懷鬼胎 他們要擊倒特朗普總統 無非就是要爭取利益 奈何的就是 這一幫人的利益 其實就可能會有所衝突 在這個時候 有什麼辦法他們不會內亂 而互相攻擊才行 其實這個也是歷史的定律 當主要敵人被擊倒以後 各自就是會互相攻堅 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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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士聚集在俄勒江州的波特蘭市 其後開始遊行和鬧事 這些案提法人士所寫的標語有雙重訊息 第一他們說明要反拜登 第二他們要反警察 以達至無政府的狀態 當地媒體說 在他們的遊行過程當中 有部分人士圍攻一名警察 並且扔走他的單車 當警察撤退的時候 這班案提法人士還向警察扔東西 我真的有疑問 到底民主黨人 或者共和黨建制派 例如麥康內爾 羅姆尼那班人 出來譴責暴力嗎 暴力 這些是不是暴力 你要一以貫之 你不能搬龍門 所以這班人是不是雙重標準和偽善才行 這班案提法人士 不敢譴責 怕他們在全國又搞大遊行 真是不知所謂 1月6日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 就被這班人譴責到七個一皮 按照他們的標準 這班案提法人士應該怎樣處置 當地媒體還提到 這班案提法人士 在昨天下午5點 抵達了俄勒江州的民主黨分部 這班人 原來 就開始對於總部發動攻擊 包括在這裡來宵夜 焚毀國旗 有案提法人士揚言 戰鬥才是剛剛開始 拜登所做的事 就不足以挽回特朗普所做的 而美國就需要在民間掀起一股狂潮 他們預言會有更多的行動 你拜登這劑就認真是 糟糕了 你怎樣管治 這班人說明是會繼續搞事 為什麼他會搞事呢 很簡單 拜登根本上在競選總統大衛的時候 就輸了很多人情卡 你欠了很多人情債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安提法組織 其實有些人跟BLM的運動是重疊的 而BLM的首領 就連續幾十天 向拜登和賀錦麗發出邀請 希望這兩位人士能夠接見自己 可惜的就是 熱臉就貼著冷屁股 拜登和賀錦麗就一於當他臭死 就不肯見他 為什麼不肯見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明知道你是想走去搞政治勒索 就是想謀取一官半職 拜登也不是懵得了 所以他就索性不見 不見就不需要跟你達成任何協議 不需要政治酬庸 就算是預算你一份 好了 那你不預算他的時候 現在有些安提法的又跑出來 VVVV 遲些這個BLM會不會又出來VVVV 我相信機會很大 因為你都不任用他 你不分給他 你不分是不行的 因為你欠了他 因為他是有份擁立你上位的 在去年疫情爆到七彩的時候 正正就是這班傢伙 走出來搞事搗亂 搞錯特朗普總統的場 於是乎就搞到一塌糊塗 好了 這班傢伙 理論上就叫做對拜登有功 你現在黃袍加身 登基做了天子 忽然之間忘記那些功臣 人家都見你拜登不念舊情的時候 還怎麼會給你面子 當然出來搗亂搞事 所以之後我相信這些事件 是會陸續有來的 而且你拜登 真的欠落了太多人情債 太多政治酬庸的事要做 背後那麼多人擁立你上位 華爾街大機構大企業 主流媒體 科技巨企 每樣東西都是吵架 基本上 拜登可以說是近世紀以來最弱勢的美國總統 他做所有事都會被背後的利益勢力掣著 基本上別人叫他做什麼他就要做什麼 因為他要還 現在不是憑你本身的實力上位 而是憑你背後的利益勢力推舉你 那好吧 現在一開局 立刻就漏襲兼脫腳 第一天就被人反了 你也算精彩 是不是 通常下的示威就很閒 這些不是示威那麼簡單 攻擊你那個黨的分佈 是 這個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 第一天就被人攻擊黨的分佈 我想 第二個總統也做不到你這個效果 是不是 所以你拜登在未來的四年 其實就很難管治 那些人都不服你 你不要說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 這一波沒得賴 因為這班傢伙 全部都是那些活躍分子 基本上 你如果逐個是做人肉搜索的話 就找得到哪些人來的 事實上就是安提法組織那些核心分子走出來 叫做遊行 以及搞事 鬧事 所以這一波沒得賴了 上一波左賴右賴 又說吐特朗普總統 這波沒得吐啦 你做啦 現在是不是 你做啦 難道你自己煽動嗎 這波沒得吐了 還有這班人 一直都是反特朗普的 所以 真的體現了一句說話 就是水能在舟 亦能覆舟 這波拜登就叫做自作自受 當初你縱容這班傢伙在搞事 搗亂 搶略 打閘 搶銷什麼都做齊了 你不譴責他 你去到8月才譴責 那些不是譴責 這班傢伙在3月已經出來搗亂了 是不是 在白宮門口 是不是搞屁股 大家有眼看 當時亂七彩 在去年 這班就是安提法 BLM的人 那你當時民主黨的人在哪 你是縱容他這樣做 你去到那班運動收皮的時候 你才譴責他 這些就叫做賊過輕兵 是不是 有用嗎 所以 這些就是 中惡因就得惡果 你現在拜登 和民主黨人 就是自食惡果 你沒得賴的 你不能再硬扣連在特朗普 總統的頭上 他就已經是起任了 回到海湖莊園那裏住 你不能夠誣陷他 不是說他指揮 沒有可能 是不是 其實 安提法那些人士 就不單止在 俄勒江州那裏搞事 波特蘭那裏 西雅圖都有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說了說不完 反正 就解釋得到 為什麼拜登和民主黨人 是這麼虛脅 要搬成 六萬五千個國民警衛軍 和美軍 下海外的美軍都要回去駐防 駐在首都那裏 他就是要防這些人 不單止要防民兵 或者是防憤怒的示威者 他下面那些人都會反他 原來是 根本上他就很不穩 所以我上個禮拜的節目都有說到 就說拜登團火和民主黨人 和很多其他民眾失去了互信基礎 他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為他不知道到底你是否反我的呢 你又是不是反我的呢 你會不會對我不理呢 所以他們就要架設那些圍欄 然後民主黨的議員 甚至乎要求 在就職典禮的時候 所架設的圍欄 在街道上的攝像頭 CCTV 又或者是那些 安檢設施 要全部保留 又說要保障國會議員的安全 為什麼要保障安全呢 就是他們虛脅 真的存在的這些威脅 不過就不是來自 特朗普支持者 或者是憤怒的示威者 而是來自 他那些 下面的利益集團 這些叫做龍女雞作反 防不勝防 所以你說 防得一時防不防得一世 防不了 他盡量防 防四年 你防得首都來 防不得其他地方 這些真是 顧得頭來 顧不得計 俄勒江州 西雅圖 其他地方 你只顧得首都 你首都就說 团住幾萬人 美國有五十個州 難道你每個州的首府 都团住幾萬人 請多少軍人才夠 海外的美軍全部 全部回去都不夠 笨蛋 所以他真的很難管治 還沒計算民兵 現在都未曾有行動 我估計民兵都不用怎麼動字 現在 因為你那些BLM 遲早都反他 是會 你都不分一官半職 給別人做 別人那時候 那麼勃心勃命 去支持你 我先說明 我不是說贊同他們那些打雜搶銷行為 或者是他們雙及無辜的行為 以免有些理解能力太低的人 誤解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別人這麼勃心勃命 去支持你 你都不去 分一些東西給別人的 政治酬勇 你隨便分個顧問給他做也好 沒有的 他一定反的 這個是歷史的定律 大家看看無論是中外的歷史都是這樣的 撐完你之後 拿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必然就是沒有辦法談的 而且 你拜登第一天簽署的行政命令當中 其中一道就是要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我在上一節就已經說了 就說 這些行政命令 就會影響很多人的生計和就業 因為你一減排的時候 這個製造業 這個能源業 以及很多工廠就要收檔了 因為你要減排 你做不到環保的標準 就必須要去收皮 那那些人就會 叫做雕跡 那些人如果長期沒有工作的時候 怎麼辦 這個又是製造了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這些是拜登自己拿來壞 不只是我這樣說 Ted Cruz 克魯茲參議員 他也是有這樣的說法 在Twitter那裡 他都認為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根本上就不是搞環保的 而是 純粹就是為及個別國家 尤其是就是講中國 事實上是 為什麼有些國家他可以繼續排放 你自己美國一加入的時候就要減排 這些不是環保的 這些是找乏的 找美國的 但是沒有他又要加入 那有什麼辦法 他是偽善的 這個奧巴馬年代就已經是加入的 巴黎氣候協定 實情就是無謂的 一味就說不要搞這個能源業 當特朗普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之後 是完全將美國的產能釋放出來 搞到美國的石油產量 飆升到全球第一 是高過了所有中東的國家 美國是全球第一位 所以 特朗普總統任內 那個經濟搞得這麼好是有原因的 當然有些人什麼都說 環保環保環保 環保是要大家一人走一步的 不是說有些國家不動 有些國家就走兩步 其實都是一樣 你要一人走一步 妥協的 不是的 你只是叫美國不要動 其他國家不停動 那有什麼意義 這個不是環保 這個是找乏 拜登喜歡重返他就做了 他很快就會自食惡果 大家看著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